为了让人类关注跟动物之间的关系 其实早在13世纪 意大利的修道士就倡议在每年的10月4号 以实际行动感激动物为人类做出的贡献 而来到上个世纪30年代 很多的生产学家也把这一天定为世界动物日 唤起世人对动物们的关怀 那在刚刚过去的世界动物日 全球各地的宠物爱好者又会怎么样度过这一天呢 乌龟 蟒蛇怎么都出现在街上呢 路上还有许多可爱的狗狗们 甚至所有动物还聚在一起 你没看错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这群宠物主人都选择在世界动物日这一天 带着自己心爱的宠物到教堂 接受神父洒圣水祝福 象征他们与人类地位平等 我们的生物和植物都为我们的祝福 也为我们的祝福 这就是要承择人们的知识 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生物都祝福 镜头转到秘鲁首都利马 大批教徒也带着心爱的宠物 无论是猫猫狗狗还是可爱的鹦鹉 一起集聚在教堂外 迫不及待要接受圣水祝福 主人们这样做除了希望宠物们健健康康 也感激他们在生活中所带来的乐趣 虽然世界动物日的庆祝活动带有宗教色彩 但主要还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日子 让更多人意识到 动物对人类和社会做出的贡献 同时也提醒大家 必须以更负责任的态度 来对待所有动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